我们八位伙伴都要分享 然后分享的时候 也要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爱情卡 认识游戏 DIY折花 漫步在彩虹爱情广场 感受周围一系列的爱情主题造景 包括标示12种 我爱你语言的情人步道 文字雕塑 爱情所等 水岸浪漫氛围 拉近彼此距离 台北市松山区公所 举办的单身联谊活动 有40名单身男女参与 8对配对成功觅得良缘 我们现在的人口老化 以及少子化的问题 确实很多人都讲 这个是一个国安的问题 所以各级政府都希望 鼓励我们四分年龄的 女生或男生能够成家 同时能够有生意 尤其是现在的 这个人口这个婴儿的数目 已经越来越少了 那这一次我们办理这一次活动 虽然是第一次办法 但是我们非常地用心去规划 松山区的彩虹桥 锡口码头及百年老店玉华星 都是著名的约会景点 随着区长讲解地方文化历史 让参与者更有话题 也加深在地印象 一百年前这个地方就叫做锡口 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地方 我们叫做小书桌 然后这个导后街叫做锡口街 那当时非常热闹 前几天我们这个松山石油宫 有268年历史的石油宫 是共募天上的圣母 那一天因为这个立法性 这栋楼刚盖好不久 所以他们是从那边 松山路那边搬过来 那一天我们这个地方圣母 也给他加持 送了一个匾额 那个匾额写了四个字 胡克长云 有福气 来的客人都是有福气的 所以大家都是有福气 虚公所8月20号开放网络报名后 民众反映踊跃 认为工部门举办的联谊活动 较为谨慎及安心 区公所也盼延续幸福氛围 明年持续办理 薛区长表示 如果这次参与的朋友 于活动后一年内登机结婚 凭着锡帖及活动手册 主动通报主办单位 还可以享有锡并定制优惠 鼓励大家共主家庭及生育后代 记者温宇君台北报道 欢迎订阅 手刀抢办